其他的法门不要说别的 你就修一个粗产 没粗三界 你得粗产 你也不过将来是生粗产天而已 就不容易成就 怎么知道不容易成就呢 你自己可以试试看 粗产的产定 能服五欲六成 它是色界了 它不是欲界了 我们今天对于财色明识税 五欲六成还动不动心 只要六根 借出境界还会动心 还会起念 你就晓得你在欲界 你色界没有份 色界听人 说老实话了 喜怒爱落不动心 在佛家常讲霸风吹不动 霸风吹不动是什么境界 粗产天的境界 换一句话说 它那个功恨再高 定功再高 我们晓得不是它没有定功 这个定在佛法里面 叫做未到定 还大不到粗产 它是有定功 大不到粗产 它定功要大到粗产了 在一切境界里头不动心 确确确实实 那一步动心 外不会受境界诱惑 色界听人 二禅三禅四禅 那个功夫就更深了 出不了三界 那我们念佛的人 说老实话 如果有粗产这个功夫 肯定往上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绝定没有问题 你有粗产这个功夫 在念佛法门里面 念佛三昧 功夫成篇 决定的神 我们功夫搭不到粗产 也有一点功夫 叫未到定 未到定 那要看你的语言分了 你的语言殊胜 能往上 语言要不殊胜 林民宗时 由冤家债主来搅扰乱 来障碍 你就不能往上了 但是我们自己想一想 林宗的时候 会不会有这些冤家债主来找麻烦 很难讲 在家的有家亲眷属 有你的儿孙 在你面前 哭哭啼啼的 吵吵闹闹的 把你的正面打掉了 出家人更可怕 为什么呢 信徒比儿孙还多啊 这个人要这样子 那个人要那样子 那就不得了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 许多老和尚往生的时候 这个信徒人 要这样对师父 那是不行 你这个错了 要这个方法对师父 大家彼此相争 和和的把师父枕死了 不是坏心 这是好心 好心善意 把师父枕死了 出家在家了 最大的一个关口 就是死啊 我这里写了十几个 这个写法不知道 你们能不能看得懂 这是死字 这是古写的 这个意思更明显 我写了十几章 有不少人拿去了 这个里头提的是 印族的一句话 印光大师讲 学道之人 念念不枉此字 在道业自尘 我们不怕死 我们要准备 怎么个死法 这个才重要了 换一句话说 应当要有粗产的功夫 这是我们讲念佛了 一定要有 要得念佛三位 念佛三位 前的就叫功夫成品 功夫成品 实际上来说 就是粗产的功夫 外不着相 内也不动心 真正把誓言 统统放下 这个世间思 与我没关系 好人很好 坏人也好 好事很好 坏事也好 我们用平等心 来除世待人救 没有分别 没有职责 我们天天 我们天天念佛号 求生 尽土 才真有把握 日常生活当中 随缘 不叛运 随缘 什么都好 决定 不要把这些 拉拉扎扎事情 放在心上 心上 什么事都没有 只有一句 阿弥陀佛 这就决定的神剑图 我喜欢 我决定的神剑图 我决定的神剑图